东部航运中心首次与花东纵谷管理处合办水域救生演练剂航安奖席 内容主要针对航行安全知识 客船以及载客小船消防灭火 以及船舶检查实物讲授 提升业者专业的技能 增进客船应变处置的能力 救生演练剂航安奖席及互助益胜书 活动赞不赞 赞 运演中实施人员落水救生 灾害防护 船舶漏油等项目进行演练 港务局指出办理航安奖席及演练的目的 是为了强化客船以及载客小船 业者航行安全观念以及应变能力 花东纵管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边 每年都会针对我们鲤鱼潭水域 来进行相关的航安演练 那其实我们航安港局在这部分呢 也会在这边办理相关的航安奖席 来提升我们业者对于水域安全的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了解之后呢 我们就跟这个重管处这边来联系 那也很高兴重管处这边呢 能够愿意来跟我们航港局共同来合办这次的活动 乘客落水及船舶进水等状况 是展现业者对于事故应变能力 并透过业者之间的协调联系 争取救援时机减少伤亡 发挥船舶之间的互助精神 保障乘客的生命安全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不到